美国众议院7月19日全票通过离散家属团聚法 该法案允许美国与韩国政府协商 帮助在美韩裔与北韩离散家属团聚 主导该法案处理的共和党韩裔议员金应玉 在接受KBS采访时表示 美国国会对与北韩展开人道主义交流十分积极 金应玉表示 在美国共有超过200万韩裔 其中10万人有居住在北韩的家人 将人权视作重要价值的拜登政府 曾表示离散家属问题令人心痛 并承诺将尽全力解决该问题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曾表示 可以承诺的是美国政府将尽全力解决这一问题 包括获得韩国政府的协助 然而法案的正式实施并非易事 在布什 奥巴马 特朗普政府时期 众议院均曾通过类似法案 但最终都在参议院受阻 另外 该法案明确规定 需任命对北人权特使 有可能引发北韩的敏感反应 不过 此次法案通过的时机较好 在南北通信线修复后 韩美外交部门一致认为 有必要向北韩提供人道主义援助 并开始探讨相关问题 目前的关键在于 能否推动北韩参与 请不吝离